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个星期日 然后今天有一个超级开心的事要去做 就是今天马哥终于要到上海 我们终于要团聚咯 然后我现在刚就是梳妆完毕 然后准备去机场接她 她是坐了早上的飞机过来 所以我早上起床之后就迅速的收拾了一下 给你们到自然光下来看一下 然后画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妆 但是嘴唇一定要涂红 因为这样会显得有气色很多 穿了一个衬衫 我现在就准备出发要去机场接她了 后来一起去吧 我现在就是出来正在去地铁站的路上 因为虹桥机场的话 它地铁二号线有一站 就直接可以到达它那个航站楼里 所以就很方便 我现在已经到了机场了 然后我要找找看他们的那个到达口在哪儿 然后准备去到达口等着 他们应该现在正好落地了 但是要出来可能还要有一会儿还要拿行李牙伤 哦我发现我好像走错层了 我还得再重新走一遍 自己走不安全 他现在落地了 但是还要等一会儿才能出来 所以我假设先去买早饭 本来想去看看西马克 结果一个得进里边 一个得装修 一个台在装修 嗯 我再看看要不买点什么别的吃的吧 先去美当劳买个薯饼吧 他超级爱吃薯饼 嗨 bab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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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好香啊 我终于见到他了 我刚才去买了吃吃喝喝 看起来吧 时鸽多少天见面了不是 10天 真的隔了好久才见了好久没见了 我觉得你都瘦了 我瘦了吗没有 脸都小了 我昨天 耶 回家喽 我们现在在出租车上来 准备要回家先 耶 我们现在下了车了 准备就要进小区喽 一会儿就要回家家了 我们刚才已经点好了一个外卖 这样一会儿火到了家就可以吃 耶 我们到了 到了 嗯 你先看这是第一桶惊喜 你看看这个盒子上写了什么 哇 你觉得我蛮小 哇 就是良心 今天早上刚送来的 我们也太太 我们现在开门 耶 当当当当 请进 哇 哇 咱们两个的 我们的第二桶惊喜 好压惊喜 哇 还那么多的水 这都是我这两天买的一些日用品 我就是粗糙的先把家里收拾了一下 很神奇 你可以开灯 哇 哇 有这个风扇就很凉快一会儿 好酸 嗯 粗略的收拾了一下 还没有完全收拾好 我觉得很酸 然后这边就弄了一下 哇超赞 没什么钱 看这个 来 第三重惊喜 是不是超可爱 来 再来带你看第四重惊喜 哇 冰箱铁 我那天自己贴好的 它不是一整张哦 是我自己拼起来的图案 哇 你好赞哦 我们的情侣碗筷 红的一套是我的 蓝的一套是你的 再下一种惊喜 我们的情侣杯子 你的是黑的 我的是红的 嗯 然后剩下就是很多买的日用品 我的天 下一层可可爱的惊喜 你试试把这个伞挂到这上面来 哇 有没有超可爱 我的妈呀 哇 真的能吸出好多东西 我们刚刚收拾了一下 把那个床吸了满 然后真的吸了好多脏东西 我的天啊 现在我们点的外卖到了 这是一家叫红料理 我也是那天看微博 有一个人推荐的 据说还不错 这是那天在天猫买了低糖的那个柠檬茶 冰起来了 可以当饮料喝 我们点的这个来了 你来把它弄起来看看 好好吃看起来 来为我们的第一餐干杯 你的杯呢 我的杯在这 干杯 这个低糖的柠檬茶太好喝了 本来还有最后一重惊喜的 结果因为快递结果才送到 我们两个决定一起拆开它 然后把它弄上 什么东西到的地上 sweet home 我们现在晚上了 然后准备出去吃个晚饭 还是准备去吃那个 just a thai 就是泰的那个泰国火锅 上次有人给我们推荐了之后 我们去吃了一次 哇简直敬畏天人 然后马哥就一直信心念那个 叫什么椰奶丼 所以我们打算今天再去吃一次 没有想好是不是要去上次那个店 anyway 一会我们到了再看 我们现在已经到这边的商场了 来的是巴黎春天 对 然后来吃 那天我们来的时候其实也来的是这家店 但是是晚上 然后就没觉得有什么 今天再来 哎呦我觉得我鼻子这块补粉补太白了 完了 好丑 好丑 不怕 等一下 嗯 耶 耶 哇 哇 我们晚上都洗好澡了 我的头发还是湿的 然后我们准备一起敷个面膜 敷的是之前买的一美面膜 这个是美青 其实我觉得这几个一美面膜 敷下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了 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可敷美 因为它的那个面膜纸 面膜的大小 剪裁 还有那个使用感都非常的好 其他的这些 我觉得差不多吧 富尔加也还行 但其实这个我就是平时 皮肤状态不稳定的时候 敷一敷觉得可能会有点修复的作用 觉得比较维稳的那个感觉而已 它这个面膜只是在这种网格状的 现在来把它们贴上 哦 我忘了买一个那个 敷面膜的时候贴 头发的小卡子了 现在你们可能能听到一些背景音 是外边我们在放那个狼牙榜 狼牙榜真的是百看不厌 前一阵春天的时候刚看了一遍 现在又再看一遍 这个你们看它这个剪裁 我觉得跟我的脸型就不是很贴 哎 但是可富美 我就是觉得敷起来是最贴的一个 还有那个富尔加也还行 然后再加上刚来上海嘛 我一般皮肤就是换了环境的时候 正常人的眼睛眼睛会这么窄吗 嗯 我也觉得他这个眼睛 是快弄得不太好 敷了好几次都是感觉外边的这块兜不住 我觉得OK了 我们去敷面膜喽 因为我们房子里的这个电视机比较的刺 所以我在家里把我的iMac寄过来之后 就把它摆在这儿 然后当电视看也挺好的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一个周一 呀 是我悲惨的要去上班的一个周一了 当 带他送我去 因为他离入职还有几天吧 所以这几天就可以先充当一下家庭补夫的任务 对 嘿嘿嘿 我们现在正在走去地铁站 然后早晨先把我送到我那块 我今天涂的就是 上次我把打一个小小的在这儿吧 那06号 但其实这个葡萄紫色不是特别火吗 我用了一次我觉得好丑 对 又涂不匀 而且那个紫真的很紫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一片 然后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好喝的咖啡 我想带他一起来尝一下 又是举到我举不到你 举到你举不到我 这咖啡在那个金安家里地下 但是我摆完咖啡我还得穿到那边去上吧 Anyway 这个咖啡是那天同事带我来的 我喝完一次觉得特别好喝 然后我想说一定要带他也来喝一次 就是这一家叫做Wheelies 超级好喝 我们上次来买了一次觉得特别好 你看他们有很多就是比较新鲜的这种饮料 嗨 baby 嘿嘿嘿 我现在下班了 现在七点多了 终于下班了 在我们楼道里 马哥已经在楼下 等着来接我啦 耶 因为我下去就能见到他了 嗨 耶 我们现在走在我们公司旁边的街道上 可可爱爱 你好乖我都 又举不到你 嗯 终于见面了 今天好累 今天干了好多事儿 然后就接 就这条道特别漂亮不知道为什么 给你们看 这条道每天都怪着灯 还有一种圣诞气息每天都 我们都喜欢 我们到旁边的火烧鱼来吃 超好吃的鸡上来 耶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早晨了 今天星期二了 啊 现在起床了 然后我们两个点了早餐的外卖 还是那个烧麦 就是那天我吃了觉得特别特别好吃的 然后我说等他来了一定我们俩再点一次 试试看 你先吃吧 嗯 还是肉热的 你快尝一尝 那个咸蛋黄味有没有 超级好吃 然后因为 我们上班车挺晚的嘛 所以现在还能在家里固有一会儿 估计等过两天 它就是入职了就没有什么这种 能两个人一起吃早饭的机会了 就周六日呢 周六日可以 那外面太好吃了 然后我现在打算要化妆准备了 刚刚往脸上已经上好了防晒霜 防晒霜我用的是我们的产品 这个防晒霜没想到还挺好用的 它超级大 它有80毫升 然后是可以给脸和身体的 唯一它可能弱一点点的地方 就是说它只有SPF30 但是因为平时通勤 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办公室里 所以我觉得也还够用吧 然后它是脸和身体都能用 我觉得它就很稀薄 你们看啊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这种乳液的质地 然后你把它推开之后 就是一个乳液的感觉 就很轻薄 我觉得它那个使用感 其实跟蓝蔻那个小白管很像 但可能就是说使用感没有蓝蔻那那么高级吧 但是就整体的那个轻薄呀润啊的那个感觉 就是跟蓝蔻那个很像 就现在涂完就是这样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我最近一直都在用这个 而且它很大嘛 所以就很精用 你脖子呀什么的连带的都可以一起用 它涂也不心疼 好那接下来化妆 我想用一个粉底 这粉底是迪奥新的那个Forever粉底 然后这个其实是我还在法国的时候就买的 当时为了长箱 一次都还没有用过 然后一直放到了现在 我感觉已经都不是什么新鲜货了 其实我当时在法国临回来之前 买了好多就是当时就是新上市的一些彩妆 结果都是想说给大家来一个那种比较新鲜的试用 都没来得及 然后就拖到现在感觉可能都不新鲜了 回这个色号买的是1N 原来的010 其实我本来是试了一个更深的 结果在脸上试了一天发现太深了 然后我就拿到斯芙兰又换了一下 对法国那边斯芙兰是可以推翻货的嘛 然后我买的是哑光的这一款 所以它整个这个瓶子是这种磨砂瓶 它还新出了一款那个比较光亮的那种的是给干性皮肤的吧 然后我们就挤出来看一看 其实它没有什么流动性的感觉 到时候看看也可以专门给这个粉底液做一个实测 嗯水水的 嗯但是它没有原来老版Forever的那个香味了 其实Dior这三版Forever我都用过 我还是挺喜欢他们家Forever这个粉底的 拍开看看 我还一次都没用过呢 今天也是我第一天用 嗯 我觉得还不错啊 好轻薄好贴呀 它没有之前那一个老版的Forever的遮瑕力高 而且它不像那一版Forever拍上脸就是非常雾的雾面 它这个其实还是带了一定光泽度感觉的 你们看得出来吗 我现在脸上 其实它是有一点点那种水水润润的 带你们到自然光下看一眼吧 这一面是上过粉底液的 这一面是还没上的 我觉得效果还不错 而且显得非常的贴 非常的自然 就是没有上过粉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挺好的 颜色嘛 上去感觉也还行 就轻微一点点提亮的那种感觉 不错不错 我先把它上完 哎呀 哈喽大家好 咦 哈喽大家好 然后 今天它去上班了 我在家 装一下 刚从淘宝上买来的鞋架子 然后这个鞋架吧 它运过来的时候里头 搁了好多那个泡沫塑料 然后 所有的这个 这个木把上 就全粘的是那个 泡沫塑料的那个 特别小个的那个 碎片 然后它特别脏 到处乱飞 然后我现在正一片一片 把它们取出来 然后 拿这个湿纸巾 把它擦干净 一会儿再把它装上 拿出来之后 全都是这样 真的贼脏 真的希望以后这些商家 能不能 多寄一些现在那种 空气的防磕的 的那种 东西 少用这种 恶心的泡沫塑料 因为那个东西 一拿出来就感觉 真的质量非常的差 特别脏而且 大家看一下这两天 这已经是收拾过了一次的这些纸箱子 然后这是今天到了的 前两天还有更多 我觉得它这个镜子有显瘦功能 看这个镜子里面就是正常的 然后那么看就觉得特别胖 其实看起来都差不多 天哪 我刚才京东上面买的那个 哎呀美帝的风扇到了 它这个说占地面积特别小 其实还挺轻的 就这种电扇 然后这个是扇印 以前是座儿 把它装上 粘在一起 嗨我们现在到家了 然后回家之后 我们刚才还在主要是马哥 还在继续奋战我们这个鞋架 然后我们刚才点了外卖 先送来了一小部分 点的是粥 他们这粥好大呀 送来这是一大桶 感觉就这么大一桶 然后这个是红糖馒头 蒸饺 还有一个咸鸭蛋 我们两个现在吃完饭了 现在来一起开箱一下 我们新购入的电器 我们的咖啡机 我们那天说想买 然后再往上一看 正好有一个套装 哇好漂亮啊 买的是一个红色的 然后它这个套装呢 是一个咖啡机 然后送你一个打奶泡的机器 然后还送你三条胶囊 我觉得还挺直的 然后就买了这个套装 哇这个红色还挺好看的 是这种有点橙红色的感觉 哇不错不错 然后这个呢就是送的那个打奶泡的机器 它是一个这个样子的 你往里面灌上奶 然后它就可以自动打奶泡 就可以做拿铁的时候用 一个这个和一个咖啡机的套装 然后它配套的呢 我们发现除了送的那三条 还有一个这样它全系列的一个体验装 就是把各个味道的都送了你一个 然后你就可以尝一尝 看哪个最好喝 然后自己最喜欢哪个 它每一个的那个烘焙的程度啊 味道啊人产地都不一样的 这个是送我们的三条咖啡 据说是一个什么夏季限定的 一共三条 看吧 好甜啊 但我觉得咱俩不能用这个勺 它不动呢 我给你拿那个勺去 哈喽姐姐好 今天是个星期三啦 我们现在已经起床了 我跟你们说 我们为了今天早上可以喝咖啡 然后昨天就在天猫超市买了牛奶 哇塞他们这个送牛奶的服务 简直太赞了吧 就是你可以 它一般你平时点是一个小时送 因为昨天晚上点了 它就约定第二天早上送上门 结果我们昨天晚上睡前点好 今天早上七点半敲门 就把一大桶牛奶给我们送过来了 就简直 就太方便了吧 现在也 主要是经历了法国这种生活之后 就觉得现在已经太便利了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洗那个咖啡机 还有打奶泡的那个机器 然后等一会儿都弄好了 我们就可以做咖啡喝了 嘿嘿 我们来决定弄咖啡喝了 你准备喝哪个 喝这个强度12的叫Cuzzle 那好吧 那先打你这个吧 放进去 喝啥 咖啡一些 咖啡医生 哇 哇 哇 我们能闻到那个味道了 超级的香 从此我们家有了高级的咖啡香气 哦 你们弄好了 你要等它滴一滴 把那个最后剩的这一点都滴完 这一杯 哇 好赞 嗯 闻着真的好香 耶 喝杯咖啡 你不要加奶吗 好喝 好喝 赞哦 我呢准备选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颜色最好看 我现在已经把它连接好了 然后我决定来开始 然后试一下 哇 它真的在 给你们这么看 哇 哇 你们看 你点开它真的在打 哇 好 它现在应该是已经OK了 我们打开看一眼 哇 哇 它真的有 而且还挺绵密的 哇 好酷啊这个 哦 它底下还是打的奶 哎 上面是默默 那怎么能让这个默默也一起进来呢 哈哈 你跟默默商量一下 谢谢大家 我今天过来接她下班 买了今儿 就得让我拿着露自己 今儿过来接她下班 能备着 啊 这个角度好怕 嗯 应该从这儿上去 我们这个公司的楼宾是一个贼大的商场 然后各种各样像什么 桑罗汉啊 亚雷山大麦康那这种牌子 恶如皮包牌子 我们现在来加勒福了 准备逛港超市 然后再买一些日用品什么的拿回家 马哥进来之后就抛下我奔向了一个柜台 让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是何物 引起了她的注意力 是的 是一柜子的花露水 哈哈 你看马哥买到了花露水之后 这快乐的小表情 真的没辙了 这就是拍摄的真相 马哥又兴奋的 大家来看一下她因为什么而兴奋 椰子味豆奶颜料 是的 跟椰子有关 看拿到椰子豆奶的她有多么的开心 哈哈 我们发现乐视出了山药博票 反正没吃过尝一尝 反正吃她也是长胖 吃薯片也是长胖 不如我们就尝鲜 我们现在在这个加勒福里边逛来逛去的 就有一种我们在北京的感觉 因为去她家也是会在她们家 那块那个大家乐福买买东西 然后我们家那块也是有一个大家乐福 我们俩也经常去逛 所以就现在有一种在北京的感觉 请将商品放在参众台上 请将商品放在参众台上 今天她买的那个梳妆台到了 然后这个梳妆台有一个小秘密 来展示一下 是这样的 然后还可以换颜色 然后她瞬间就把自己的所有化妆品 都拿过来准备再收拾 还背了我们的真我化妆花 不对 应该是这一侧 好了她开始收拾了 所有的化妆品 这种目前的进度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四 然后我因为昨天晚上有点难受 所以就先睡觉了 没能洗澡 然后今天早上起来 刚刚把澡洗好了 感觉最近上火了 然后长了很多那种 就是埋在皮肤下面的痘痘 不是那种发出来的 你看鼻头就硬硬红红的 然后现在准备来做咖啡 马哥她已经走了 因为她今天第一天入职 然后她们好像那个时间要求的 比我们要早很多 所以不一样 我今天打算试一试她送的我们这一条 Flat white over ice inspired by Australia 弄的还挺好玩的 然后我弄一个这个试试看 哈喽大家 我们现在到家咯 回家了 然后呀 马哥想给你们展示一下她昨天买的 绝美小饮料 对刚才房东来把我们沙发套拆走 的时候要给我们做一套新的 维他奶特椰子味的 嘴好喝 真的嘴好喝 她那个奶啊 她不是奶 她是豆奶 然后她是椰子味的豆奶 然后你懂吗 那个感觉 特别好喝 然后今天还有这个 准备呀 我买了ofli chocolate给她 嘿嘿 巧克力千层 我们的外卖也来了太好了 可以一边吃着外卖 一边看视频了 哈哈 好我们准备要吃饭了 还有这一架豆腐外卖 可以给她拆开一下 我们买了一些米饭炒菜几天 嗯 就是太热了喝喝油水啊 其实应该先冻进冰箱里待一会 对 这个千层蛋糕实在是啊 还是好吃的 就是热了之后 它那个奶油会有一点点 吸掉的那个感觉 嗯 但是好吃还是好吃 嗯 我看起来好好吃呀 我发现他们这外卖点那种米饭炒菜 嗯 他们这点米饭炒菜就是 每一个菜的那个份都特大 就 这你看都是这么一大盒 我觉得真的挺大的 当当当当当 我们的外卖 日本豆腐 日本豆腐 红烧肉 杏鲍菇 还有 一个 这叫什么 空心菜的 我超级爱吃空心菜 我们准备看一下那个 什么喜欢你 亲爱的热爱的 亲爱的热爱的 我看了这么多 你连名字都记不住 哦 那就叫亲爱的热爱的 好了我们要吃饭了 那么这一期Vlog呢 就也先告一段落了 然后之后我们也会继续拍 我们在上海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呀 然后一些工作呀 日常啊的东西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来一起拜拜吧 拜拜